歡迎收看 它的主要是客製花的眼型 你看那個錢 太熱了 如果這個很厲害 20分都賣到600份 買紅糟肉排隊比買紅糟的還多 一個小時還沒到 他已經賣光了 你如果想要吃 味道在這裡 真正的秒殺來了 再一秒鐘就賣完了 很多網友呢 可能三次還吃不到 還有彈心 彈心 彈心 怎麼樣 講一個更勁爆的事情 我全部做的東西都是 我嚇一跳 我會更勁爆的時候 我咬了一頭就 這兩個已經放六個月了 喂 收看 最厲害的文化 BITO 有人這樣做生意的嗎 有嗎 開了店做生意 就是希望客人能來 當然 結果等一下這幾個老闆 太過分了 怎麼樣 一天只開一個小時 什麼 一個小時 我們怎麼買 有時候一個小時還沒到 他已經賣光了 你如果想要吃 味道在這裡過來 來 我們真正就是秒殺的店家 已經來到我們這邊 點點跟我們介紹一下 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家 我跟你講 他一秒鐘就賣完了 好笑 一秒鐘真正的秒殺來了 真的是好笑 你如果沒有耐心是絕對吃不到 有很多網友 撲空三次還吃不到 而且甚至還有人怎麼樣呢 他 靠這個來 我把它全買了 再高價賣給別人 各位 一起來歡迎盛翔出場 盛翔 盛翔 這現在是國王的新英雄 已經被買掉了 我們都沒有名字 秒殺了 又被秒殺 一秒鐘就沒了 真的喔 來 進來 這個就是 就營養商名字嘛 是不是 你這個有比我那個厲害嗎 你有哪個 我那是超營養商名字 你有超營養嗎 沒有 沒有啦 開玩笑 年輕老闆耶 今年會更啊 78年次 年輕耶 能不能直接告訴我們幾歲 因為我們算數不好 30 32 人生就是這樣 30 30而已 對不對 然後在30歲的時候 開了一個店 每天秒殺 這個不得了 賺一個假費 你幾歲開始 決定賣營養商名字 27歲 等於才三年時間了 你有沒有覺得 成功來得太突然 有沒有 好 但是不一定常常有 運氣 運氣不是常常有 運氣 只要很努力再加上運氣 這就對了 他就100分了 結果他以為我們一直想跟他聊天 其實我們口水已經丁下來了 蓋小姐 介紹一下 招牌的 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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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加香腸 還有 來 真的 我已經吃飽了 但是還是要來一下 我先吃 直接來這個 小心 有招牌 沒有 怎麼樣 然後我從另外一邊 這鹹菜的 這鹹菜 整隻香腸你要幹嘛 你整隻擦下去 你整隻擦下去 好 好 好好吃 這個是傳統的嗎 對 你看 看 我們一般 就看起來不是一般 很厲害 但是我都會要求裡面要多加一點沙拉 有 沙拉 沙拉 然後這個 玉米的 肚子的 肚子的 這個玉米看起來好好吃 我覺得這個香腸菜脯 菜脯還有一點微辣很好吃 有微辣 超厲害的 超棒 你開在哪裡 無日 無日 我們台中有三家店 已經有三家店了 加我們是三家 就開出來 還沒有開始營業 一秒就秒殺 那怎麼辦 不好意思而已 很不好意思 賣完就沒有 對啊 怎麼會這樣 還有客人為他們打架 等一下 你這個 你吃到這樣 好 這樣好 表示好吃 你怎麼把我吃 覺得我中風 順便拍檔 拍檔 聽說兩個客人 然後到最後 只剩下最後一份 兩個炒起來 需要打 真的嗎 他們到底誰先到 誰先到的 這個要賣給誰 對啊 就叫警察來 只要一份都不賣 後來是警察買酒 因為警察也想吃是不是 沒有 那個警察跟他們還有一點關係 真的嗎 後來就是 我就不知道是因為東西好吃 還是妹妹 也漂亮 阿俠 妹妹今天有來嗎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好不好 你這當哥哥都不了解妹 跟東西跟妹妹都無關 主要是因為 喂 這是我的餐名字 這是很好吃 我現在還吞碗 好吃 有夠好吃 厲害 微辣的感覺 這個是 再來 奶黃 奶 奶黃 你怎麼不想 來 好黃 好黃 長一口 怎麼不 在裡面 你要咬深一點 你把他打開 好黃 好黃 長一口 好美 有 好好吃 來 我玩一下這裡 來 看有吃不在內餡 有沒有 內餡 所以這個是甜的 這是鹹的 這是甜的 這是清爽的感覺 雖然是油價的 可是為什麼我覺得花生在飛呢 真的 對 也好笑 這個應該就是大甲的蚵仔吧 對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的照片 有沒有 你的蚵仔 你的蚵仔太多了吧 你還沒有店面啦 排隊排成這樣 這不是店面啊 但是剛開始我們 還只有一家店的時候 又開團購 讓每個地方的人都買得到 哦 那是鄰居開團購 鄰居開團購 我們自己 我們原本是我們自己開 主要是我們那邊比較偏僻 所以那邊在排隊的是 鄰居的團購在那邊 沒有 這是我們的 一開始 這是我們的 所以一開始 OK 一開始自己做 慢慢的食材 做不到 阿花都給你們去 對 給人家倒彈 沒關係 玉泥很猛 現在多少人在幫忙做這個事業 我們家的話 就 全部投入了吧 五六個 五六個 這樣做得來嗎 現在還可以啦 還可以 加油 這個已經變成是一個 瘋掉了 烏日的當地 非常重要 謝謝孫霞 謝謝 非常謝謝 有沒有看到 各位真的一秒就賣完啦 再一秒就日了 不用找了 不知道到哪裡去找 我們想吃都很困難 對 這些等一下就幫我們打包起來好不好 我們三個 二一天作物好不好 一起來歡迎帥家 LuLu介紹一下 好 下面一家 OK 他秒殺的時間是 二十分鐘 這一家來自哪裡 你講出來這個地名 你就想說 想吃了 來自台南 憲哥的故鄉 等一下 台南 什麼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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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來 巧克力 該不會像那個 裡面明明有蒼蠅跟我說 這是紅蔥頭 喂 都有巧了 真的巧克力 巧克力 有很多口味 好 來 現在來自台南 已經夠可怕了 他已經46年的老店 老店在台南 他是爆紅的這個店叫家裡店 他是第三代經營 在家裡 在家裡店 咖哩 那個地方 他的東西也是一上線 20分鐘秒殺賣光 到底是誰 那麼厲害 厲害啦 賣油機賣套上電視了 歡迎大愷 來 好可愛 你好 你好 好可愛 好可愛 第三代 各位 處處 台灣處處有希望 有沒有看到 又看到年輕的老闆 真的 應該不是你創立的 家裡的吧 街家裡面的嗎 我阿公他們開46年 哪 公公 你 第三代啊 第三代 你含著金雞腿來出色的 真的是雞耶 真的 你們在那個西港那裡嗎 是 西港 我們開心的 咖哩 對 在家裡 家裡 家裡 這個開第幾家 開第二家 第二家 這個你們賣的是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介紹 這個是秒殺商品 就是限定三寶 有烤雞 油機跟叉燒 限定三寶 這個就是限定的 對 限定的三寶 這來的就是吃皮了 吃它的皮了 要沾這個嗎 沾胡椒粉 那胡椒粉是我們自己特製的 它是雞皮了 它這個肉質太特別了 開皮了 它肉質是比較紮實的 好香 很嫩 然後皮有彈性 對啊 你看 好斷 那個油鎖在裡面這樣子 對 各位 內行的都會吃這個皮 很Juicy的感覺 這皮太香了吧 這個 有一點脆脆的 那我想要解膩的話 可以搭配泡菜 這個皮有多好吃你知道嗎 賣三明治的 一定沒吃過 對啊 這個皮 可以吃皮 怎麼樣 憲哥 親味 謝謝 親味 親味 這個 這個 這個是包這個 然後搭洋蔥跟泡菜 還要包菜啊 表情爽 就像韓國的感覺一樣 憲哥 我教你 你要這樣子 沒有 韓國吃 你要這樣子先把 這個放在嘴巴 這嗎 然後肉這樣子 這樣子喔 肉塞進去 唉唷 這種 龜房的事不要拿出來 不要把私底下的習慣帶到 菜先放嘴巴 然後肉塞進去 再 蹲 然後再搭配洋蔥跟泡菜 比較有清爽的感覺 這個是什麼肉 這是我研發五個月的 經典胡椒肉 它沒有像鹹豬肉那麼的鹹 你創新的 對 我創新的 然後就五個月不斷的去研發 然後一直吃 一直吃 有沒有看到 願意接爸爸的棒子 然後爸爸又接爺爺的棒 對 一帶這樣 就接棒子 像一賣 賣了48年 46年 46年 對 有客人當場哭球 人家說買不到你買我 然後 用哭的 別的客人要 拜託 就是一群大學生 然後他們去小柳球網回來 然後就在我們那邊買 然後就 最後去沒有買到 然後看到兩個阿姨就拿著兩個三寶 然後是當地的客人 然後他就擺脫 他賣他們 對 然後 買到他們真的很開心 所以不要用打架的啦 用哭的就好 對 用哭的就好 不要打架 哇 厲害 然後這是五穀雞 五穀雞之前他們 我們都是燉湯比較多 那也是研發出來 然後可以擠檸檬下去 味道會不一樣喔 唉唷 唉唷 哇 五穀雞啦 唉唷 哇 好噴嚼啦 好噴嚼啦 汁喔 你看看 它肉質滿細緻的 它跟吃的烤雞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五穀雞做得很油雞的感覺 這個烤雞 它肉質比較細緻 對啊 這厲害 很香耶 這些雞你都從哪裡找來 我們都是店在場配合的 每天 第一位配送的 對啊 然後我們就自己 每天都要叫雞 對 每天都要 你說也沒錯 也沒錯 每天都要叫五穀雞 聽起來比較好 它這真的是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它爆紅得太快了 它一直在研發新品 所以搞到現在已經麻痺了 已經麻痺了 對啊 那怎麼辦 你怎樣麻痺 吃不出酸甜苦飯 就是客人的電話什麼 我都會有點害怕了 然後就是客人有是 有一個一對兩個小女生 因為媽媽喜歡吃 然後她就從高雄 大樂天七八月 從騎機車到台南 然後你打開他們的安全帽 妝都花了 為了買那兩盒的三包 滿身大汗就為了吃你們的三包 就看得很感動 對啊 真的喔 人就這樣嘛 我們也當作服務員 看到客人吃得很開心 對 很感動 我們還有什麼比賽看看 自己也開心 然後 花頭戲一邊 就很開心 吃完之後滿足了笑容 因為也滿足了他 他養家活口 滿好賺的嘛 對不對 娶老婆了嗎 沒有 單身 幾歲 30 30 30而已 媒合一下 30 兩位30歲 這個可以嗎 剛好 因為你每天都要叫五穀雞嘛 LuLu真的不錯 你有沒有看那個電影 你有看電影 對啦 很漂亮 可以往來一下 沒錯 燈關起來都一樣 什麼啦 聊天啊 聊天為什麼不能當你聊呢 關燈聊天啊 比較聊得下去 比較療癒 比較療癒 好不好 豬菜一起 可以啦 這當作是到鬼屋嗎 對 好 好 記憶和討好不好 拜託 供他們申請 唐家就吃這一塊 對 對不對 這個 讚 而且我覺得你們的配菜 也做得很好 對 這個超好吃的 這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的 這個你會一直想吃 這個受不了 還有這個泡菜有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煮菜厲害就算了 可是小菜都有注意到 就真的是厲害 注意到細節 他現在開店做生意 要整整一個月不停地做 才能消化目前的訂單 對 不好意思 這個是下一家的 那是下一家的 那下一家 你也錯了也是啊 等一下我要講 哈囉 那他也說對 對啊 應該也是這種狀況 也是 OK 大家好 辛苦了 辛苦 多吃飯時間 謝謝 謝謝 好的 接下來這一間店 是20分鐘就通通賣光了 又是秒殺 20分鐘就賣光了 它是 有 有是魚頭 就像剛剛憲哥講的 他只要一開單 就當機 這麼厲害 而且他要一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把他開的那些單 全部做完 天啊 跟大海一樣 對 跟大海一樣 他要一個月 跟妳一樣 厲害了 一起來歡迎我們小楊出場 出場 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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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什麼東西咧 小楊 妳就靠這兩樣 對 然後出當機 店裡面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的 還有生煎包嗎 沒有生煎包 小楊生煎包 小楊生煎包 大家店家不是都秒殺嗎 其實我後來都 直接不開店 等於說你今天是要來討賭的 人家秒殺 我是直接不開店 因為不用開 對 因為買不到 對 買不到 這這麼厲害嗎 他不是靠外貌 對 因為 對 什麼話 真的 看起來很好吃的 真的 我講這個不過分吧 對 因為巴斯科 它就是長這樣 巴斯科 對 這個叫巴斯科 上面這層叫巴斯科乳酪 起司 巴斯科乳酪 真的嗎 這一層 你做這一層 底下是芋頭 底下是純芋泥 瘋掉了 這很明白 我切一腳 好 我還要再講一件 更勁爆的事情 勁爆 怎麼樣 就是說 我全部做的東西 都是看YouTuber學來的 我嚇一跳 我會更勁爆的時候 我們咬了一口 這兩個已經放六個月了 喂 要誇張的 早點講好不好 這個叫巴斯科 好好吃喔 巴斯科乳酪 入口即化 這個劇情很特別 入口即化 對 這個味道很特別 而且你那個乳酪處理得好好 對 那個都是現材的 都是你自己做的 都是我自己看YouTuber學的 什麼 對 那你是看那個無聊咖啡裡面的 那個Charlene是嗎 不是 我們有個Charlene做蛋糕的超級漂亮 也是藍代對不對 藍代 沒有 他是藍代學院裡面的教授 藍代的教授 然後他是怎麼樣 因為長得很漂亮 長得像誰 像林青霞 那是 你那是Charlene啊 我剛剛差一點約到 長得像林青霞年輕的時候 不幸下次找他來 好美女喔 對 那你去在YouTube學 學 對 我就知道YouTuber學 然後 做幾次就請客人吃 其實就開始賣了 這麼有天分 所以他現在用 最謙遜的態度講 最狂妄的 對 事實上是在這邊訓練 因為你沒有什麼任何烘焙式的執照 完全沒有 天啊 你怎麼可以做那麼好吃 每個客人都無法相信 對 而且他的芋泥其實 真的沒有太久 這其實差不多 然後客人 每個客人都覺得這個芋泥有加料 因為他說要做到這麼綿 是不太可能 對啊 我說真的 還是你要不要給聖翔吃吃看 芋泥有沒有加料 聖翔應該都沒有吃過 聖翔應該都沒有吃過 來來來 因為你們家也有芋泥嘛 對 你看這是不是嫁 來來來來 給它挖下去 挖下去 整塊 整塊給它拿去 整塊 整塊 來 聖翔吃吃吃吃吃看 吃看 你都有在用芋泥啊 兩個口感吃起來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對不對 對 跟你那個放在沙拉拉裡面那個 怎麼樣 應該是不一樣 不一樣啦 那也不錯 一句俄樂的話都講不出來 對啊 那很保守喔 有比你那個厲害嗎 我感覺我要被他打 你不要這樣 自古文人相親 對啊 不是這樣 那我講這些 他這個芋泥做到很細膩 對 很綿 那個是用燉的 他用燉的 對 用燉 一般都是用蒸的 大家一般出魚都用蒸的 然後他們用燉的 他說你是一般的 對啊 不是說 沒關係 比較常見的處理方式 比較常見的 不要推我入坑 因為他很特別 這個呢 這個要搖嗎 這個要搖嗎 幫我打開一下 確定要搖 要搖 那剛好是我的專長 那使勁搖了 使勁搖 要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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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搖地牢和天荒 家來也唱有歌 要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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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泥仙 謝謝 當時上次都很厲害 太棒了 真的處處有奇蹟你知道嗎 對 這個老闆做這兩樣東西 做到操勞過度 吐血昏倒送急診 對 沒錯 怎麼了 那時候就我在接電話 接訂單 然後接接接我就咳嗽 我這樣 我想說 演花嗎 然後我就說 你在做這些的時候 你有咳嗽 我都疼你 我就說咳嗽來跑 為了 沒有 他戴口罩 戴口罩 然後呢 然後就吐血 然後我跟我朋友說 我吐血 我朋友還說 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在咳一次血之後 我就 就昏倒 對 就剩急診 對 然後送急診的過程中 還有一堆客人在問說 為什麼突然關店什麼 就是本來店就關著了 還在把它拔 為什麼 就是連去都沒有人 因為我人在醫院 可以把技術傳輸給 傳授給底下 真的太辛苦了 因為這個東西都是自己處理的 那個員工部分 就是做甜點的部分而已 那芋頭部分都是我自己 從產地拿回來的 這些東西是太棒了 有客人衝到店裡面 想要提前取貨 買不到 竟然坐在地上大哭 又在哭 然後哭的時候還拚命說 這不是很能驚訝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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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克 就一個女人 他其實他 我不知道他 我這樣講出來 因為他還是我粉絲 我不知道他講出來 他在節目上看到 你有粉絲 我是說做芋頭 那些消費者 他們都有在關注我的動態 他怎麼說 他就是來買 然後我跟他說沒有 因為他是一個重症患者 他出門都要坐計程車 一個女的 對 然後他就來說我重症患 就開始劈發 反正就是各種 反正我就是遇過什麼 我哪裡來 我一定要買到什麼什麼 然後就這個女的最誇張 他講完之後就馬上坐在地上 對 在那邊真的 我買不到 真的 後來有賣給他嗎 沒有 還是沒有 你為什麼不給他 因為我成 重症患者對你來講沒有用 如果重心犯來就有用 那是有用 有用 你不要 不要忘記 我不要忘記 裡面蛋糕都可以 其實不賣它是有原因 因為就是之前有發生過 我先把別人東西給這個來的客人 賣掉了 然後那個客人下了一秒就來了 就沒東西了 然後我就被一顆心搜尋了 對 一顆心你也不怕東西好吃 菜好不怕巷子撐 是 看他電影 眼睛 不要 遇到比較誇張的客人就是 他爛還有定 但是是真的 就像我剛剛講 我不小心給別人 然後那個女一個妹妹來 她就來 她說不好意思 賣完 她說我有定 妹妹她是坐船過來對不對 不是 她是坐飛機來 妹妹妳坐船後 哥哥在安藏中 恩恩愛愛 要不要讓她好好講話 沒事 沒事沒事 妹妹怎麼樣 妹妹 她就來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真的忘記也沒有留到 然後她就突然轉過去 變臉 沒有 她就突然轉過去 我就說 然後我就認了他們說 妳怎麼了 然後轉過來 她就整個 已經淚瘋了 又淚瘋了 她就淚瘋了 她就整個大哭說 我明明就已經一個月前就訂了 對 然後就 那為什麼她沒有 一個月前訂 你怎麼了 不行嗎 不是 因為我單子真的是多到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訂單什麼那個 都我自己在處理 太亂了 多請個人嘛 娶老婆 妳要介紹 有女朋友嗎 今年幾歲 來 幾歲 要幹嘛 要做人 你做人一筷 謝謝 蕭陽 不要 不要 女明星 她剛剛剛炸卡 還要訂我 拜託一二合 看到魯魯就想到一件事情 怎樣 我願以為你 然後莎莎走出來 你剛剛真的在學我 然後就兩個畫面 你還記得 你說魔王大道 就很久以前的那個 天啊 她有在看我 她看妳的表演 很細 很細 有十年前的魔法 蕭陽 我跟妳講 大看不可謝 蕭陽 是妳的情敵了 對 對 來囉 送妳送妳 你們三位做大小嚕 戀琴 好 再一次謝謝蕭陽 對 嚕嚕給你們介紹一下 來 這一家 它是湯麵廟 是它時間一個半小時 端出來大家吃光光 老闆他發下一個毒誓 怎樣 辣麵 大家都好像日本最厲害 對 日本的 沒有 台灣的辣麵也很猛 他發明的這個辣麵 你可以加水鍋酒 是一種吃法 而且他發明了什麼 台灣人最愛吃的烏骨雞 把它做成2.0的版本 雞黑語2.0 一天限量 10碗 不好意思 其中一碗在這裡 一千萬一 老闆凱哥出場 凱哥 凱哥你好 直接就介紹拉麵好不好 我跟妳講 東西要好吃 我們才有講話空間 沒有吃 我們會默默的 讓妳一個人 站在那邊吹冷風 對 好不好 來 你介紹一下 這盤 這款是我們 激善老麵的招牌 它就是 清湯拉麵 漂亮喔 建議先吃原味 先去原味 對 可以先喝個他的湯 是最重要的 一人兩勺了 多了也沒有 我們的清湯就是用慢燉的方式 慢燉 用土雞的骨架 還有所有的骨料 然後這樣慢慢燉 對 所以他取他這個清澈 來 乾 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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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唉唷 真的甘甜耶 是用甘甜來吃 滴滴耶 你這裡面藏了什麼秘密 對 很豐富的味道 唉唷 唉唷 舒服 是很舒服 溫潤的感覺 因為我們除了 雞湯以外 我們的這個鹹味的來源 我們就用了很多 就是一些乾料啊 食材 然後去熬汁出來的 對 那你們現在可以再加一點這個 水果酒 啊 水果酒啊 對 再拌一下 再拌一下 大家轉換這個味道 湯口的味道 所以我們先吃原味 再吃2.0 了解 就一個湯麵 你怎麼會想要加水果酒咧 三重重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說 這一碗麵如果說 畢竟它是雞湯拉麵 如果從頭到尾的吃 怕客人會覺得很單調 膩口 所以吃在三分之間 我們今天客人先加個水果酒 轉換一下口味 好 好喝耶 那在後來的時候 也可以再加這個 柚子胡椒 好 柚子胡椒 對 大家的味道 再做一個提升 對 所以最重的口味放最厚嗎 是 當然 我只喜歡這一個 就三種的口味的變化 很亮 對 一直黏上去 這碗就是我們限量秒殺商品 雞黑與惡禮品 好好喝 我 我已經沈浸在你的湯麵裡了 雞黑裡外 它裡面還皮蛋加這個 烏骨的湯心蛋 對 兩顆就放在一起 有沒有 黑的這樣子 黑白烏腸有沒有 那裡面就是極黑 那湯呢 為什麼是黑色的 那我們的湯是因為我們 這時候做了這一款麵具想要做 跟它做一個差異性 因為我們都是用烏骨肌去熬製 那想要把它做一個黑的 那就是讓客人看到 視覺上的衝擊反差 對 那黑的我們是用 竹炭粉 對 竹炭粉對身體也很好 對 奇怪 我剛剛 我剛剛打嗝 怎麼會有那種 五兩三明治的味道 還有殘留 還有殘留 有殘留 前男友還沒醜 喂 你不太醜了 這個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口感 對 竟然有客人 花三千塊 要貴求一碗麵 它算是我們的熟客 那它每次下班時間來吃 都是比較偏我們會打羊 都吃不到 吃不到 對 它連續三四次以後 就直接跟我們店裡的小姐說 拜託 我就是丟了三千塊來儲值 那至少每天晚上留一碗給我這樣 那真是讓我印象滿深刻 聽說這個吃完後隔天便便也是黑的 真的假的 就是其實我們 之後我們有這個限量版以後 突然間就有一個客訴 是讓我很印象深刻 有時候我們在營業當中 就有一個客人跑進來 也就當那個 就在客人後面 就直接跟老闆 我怎麼會 對 吃了這個以後 我回去那個 那怎麼 那個顏色什麼是 黑的那是 加了什麼 那我們就跟他解釋這樣 原來是煮炭粉 煮蛋粉 是OK的 你這個雞肉也好好吃 那是用烏骨雞 然後我們再去酥肥 所以雞肉是用酥肥的就對了 憲哥可以試試看看 這個肉是不是 雞肉是很好 兩塊不同的肉 剛剛好那個厚度 然後各自有各自醃製的味道 然後我們再用酥肥 就放晒沉下來 烏骨雞 酥肥它整個肉質是非常軟嫩 這軟嫩 然後我比較是比較Q彈 你這個麵條也特別要介紹 這個麵條 這麵條我們就是 委託這個台南有一個 很老的一個麵場 然後來製作這個細麵 它雖然很細 但是我覺得它吃起來是 有這個口感的 因為我們是用清湯 所以它吃起來不會讓你 很有負擔 很順口 是 開店三禮拜就被強拆了 為什麼被拆掉 我們來最早的店是大概五坪左右 五坪 那時候就是又要營業 又要熬湯很辛苦 想說再去找一個 稍微大一點的店面 然後想要就是 好好的製作湯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都 那時候去看 又去找比較台北市偏的地方 都裝潢得差不多的時候 某一天突然接到 員工打來說 凱哥 什麼 我們門口有來貼單子說 多久以後要 傻眼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 因為他說要獨更 對 我們之前也問房東 他說這會不會拆 他說不可能 怎麼樣 三十幾年來都沒事 那房東騙人 你才剛裝潢好 裝潢好 三個禮拜 然後我們後來就去問 隔壁鄰居什麼的 他說 早就要拆了 我們都沒有在 隔壁的店主什麼 說我們 都已經免費給他們用了 就是讓他們待到 要拆的時候再離開 後來也賠你兩百萬嗎 沒有 也沒有 沒有 房東人家要贏 他還為了 還為了那個 電話費還是什麼 還來告我們 他就等於說變快閃電 所以你今天 對 直接就快閃電 所以今天你等於就是 上節目要埋怨這一段對不對 主要的目的 希望他沒有看到 完全正確 主要的目的 對啦 做人要有良心 但是我講真心話 好心有好不好 什麼好心 我認真把一個失誤做到很屌 不怕沒有聲音 錢又賺就有 兩百萬馬上就回來了 然後我們賺錢賺得心安理得 你看那幾個老闆 看起來 慈眉善目有沒有 太多小了 心情也不好的感覺 其他都還OK 好不好 謝謝凱瑞 這麼棒的 比日本還好吃的拉麵 厲害 又是一家秒殺店 這一家秒殺的時間 兩個小時就殺完了 妳知道嗎 他是隱藏在菜市場裡面 58年的老攤販 這麼氣啊 對 而且他主要的主打 就是紅糟肉 我的嘴 紅糟肉 真的是非常好吃 而且他裡面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叫做松阪肉 松阪肉兩個小時裡面 就被婆媽 而且這個老闆有一個 這個好 小小的暱稱 小小的暱稱 紅糟肉小王子 歡迎小王子廖弘義出場 小王子 小王子 漂亮 憲哥 小王子 大家好 大家好 也算是一個熟男的 沒有 謝謝 廖弘義先 聽說一天要賣上百斤 是啊 我們剛接手的時候 不知道紅糟肉 量那麼大 第一次在賣肉大概 一天去賣兩天之後 那個筷子很長 對 夾的時候夾到後來 第二天發現手都在抖 手都在抖 因為當你一天夾兩百斤的肉的時候 你就知道 對 本來就 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賣兩百斤 這種感覺 幾個老闆都有共同感受 手會抖 我們拿麥克風有沒有 剛拿的時候 量兩重 但是 錄到最後一集變兩斤重 是的 人生就這樣 這有1.5公斤 對 所以你看 有一次到那個 有沒有 我們不是人家到鄉下玩南大嗎 對 他們拿幾個甘蔗給我 我甘蔗拿起來就開始講話 如果要把那條狀物就講 條狀物就講 對啊 講 一轉過來人家在客人家 才說 不對 這是甘蔗 這是甘蔗 對 好險你腰沒有很好 不然也是麻煩 對 真的是 這個是炸不頓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家隱藏版 因為我們家早期是賣麵 然後紅糟肉就是配料 配料 配料啊 後來就是 丟肉 除掉料 就是專賣紅糟 但是主顧客就是 你家的餛飩 很好吃 很賣點 所以我們這隱藏版的餛飩 炸餛飩 主顧客都知道 這個聲音是ASM嗎 很脆 我們廚稱叫響鈴 響鈴 吃了會脆脆的 很像一個鈴鐺 有 江澤菜有一個炸響鈴 這個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只要一上 主顧的一點 其他白隊可能看到 老闆這是什麼 我也想要買 所以通常響鈴就是 隱藏版 就要預訂 多大預訂 因為都是我們手工做的 不會擺在台面上 主菜紅糟肉 來 一千斤做到手軟 當這個時候 就是一 我們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們肉除了是用 酵素豬以外 還有黑毛豬 台灣唯一一家用酵素豬 來使用的一個紅糟肉 再來就是紅糟 只能東製做 然後我們家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家住新店 老家在景美 然後我們家的水 因為台灣水是硬水 所以我們水只要到翡翠水庫屋來 去取水 來煮的水 所以我們家很大賣 你就是翡翠水庫出來 做的水 然後去煮沸 然後做出來的紅菊 然後做成了紅糟 對 好像純紅糟醃子 對 太好吃了吧 那跟一般外面的紅糟不太一樣 以前紅糟肉加上去人 可以笑 可以笑 好好吃 真的可以笑 我們家大概有十種 十種部位 那這是大概今天提供 大概五種部位 比較暢銷的 這一塊是什麼部位 這是 每個都不一樣 我們家特點就是梅花肉 客人很好 老闆還有我們更大一點 更大一點 來 凱哥 比臉還大的梅花肉 這個肉 結合一下你 那個麵嚇死了 瘋掉了 但它那個肉也很厲害 以前我們家其他米 上面就會放那個什麼 紅糟肉 來 小楊 這是很古早味的一個特色料理 小楊有 來 盛翔 盛翔也要來一個 來 盛翔 大愷 憲哥現在拿這個是赤肉塊 來 大愷 這個是我們客人 只要赤肉塊一擺上 一炸出來 就會搶 客人還會吵架 這個是什麼 肉塊 這是 前腿肉的部位 但是很鬆軟 五骨酥 我們又稱五骨酥 五骨酥 對 都有吃到 有沒有看到 對 拿這個秒殺的就是這個包包 就是鬆板肉 鬆板肉 就是兩個小時秒殺的那個 對 秒殺 因為它一頭豬鎖兩片 而且它是 它等級是最高的 價錢很高 但是數量比較少 一般沒有人用鬆板肉 在做紅鎖肉 太高級了吧 而且我們純紅燥醃製 不加色素 所以那個入味非常香 你是後來接手的嗎 對 我接手大概15年了 接手15年 我們早期之後 一般只有五花肉跟瘦肉 而且都是用後腿都很柴 那我進來就是很多 聽到很多客人聲音 當年你是怎麼樣 這是家裡的事業還是 對 家裡的事業 我本身有副業 你本身是做別的 美髮的代理商 美髮代理商 美髮代理商 22年了 對 結果弄一弄還是回來這樣 我白天賣 晚上還是 還是繼續做 對 做代理商 我聽他講話就知道 他家裡給他 應該是做業務的 你逼的 你比較厲害 拜你為師 這樣 很會介紹對不對 大家都排隊 個人一來 現在有疫情對不對 但是人潮不減 買紅糟肉排隊比買口罩還多 因為去年疫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也蠻感謝很多播客的分享 剛好去年疫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知道藥局都在排隊 對 只要到我們市場 整個市場其實真的很冷靜 因為大家都口罩 都不想去市場 可是很特別 我們家排隊至少排30分鐘以上 而且然後客人都會講 奇怪 外面在排隊買口罩 半點錢 來這裡還要排半點錢 才買到 有人說 好 他們在排半點錢 我排隊要一小時 值得 從去年 還好疫情沒有受影響 我們家比較特色 除了消除出黑帽豬以外 我們油是純豬油 自己爆的豬油 肉是純紅糟醃漬 這是我覺得最大的特色 你們剛剛站在將 是我們早前面天的站將 但是有一個部分 你已經是冠軍了 是嗎 我講你們應該也會同意 你是這五位當中 最會流汗的 真的嗎 沒有 最會流汗 我看到憲哥緊張了 憲哥加倍 對 憲哥好多 阿嬤大戰紅燒肉會上癮 怎麼說 以前我們在賣的時候 就有一個阿嬤 大概90歲 她是我們主顧客 一小時我們大概六日才賣 後來她有設施買的時候說 憲哥老闆 真的 一個禮拜才買兩次而已 通常要吃我孫炒賣 要去別家買 就別家買 買回去之後給她孫子切 她是算真孫 第四代給她真孫吃 她吃完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就說 一吃了 阿嬤不是這間了 我不要吃 阿嬤又跟她說 憲哥又是這間了 經常不要給你吃 不吃了 米不吃了 不要吃了 一塊肉兩百多塊 吃一口不要吃了 起到要死 洪益等於就是說 跟大家宣告 除了這家好吃 他旁邊那幾家不太好吃 沒有 不要 大家想 太棒了 真的在景美有這麼好吃的紅燒肉 謝謝洪益 謝謝 謝謝 謝謝憲哥 謝謝露露 謝謝 厲害了 這一家它是一整家店 一堆大菜 來 露露 是的 這家店來自於高雄的內門 這麼誇張啊 厲害的就是 板豆 板豆它有70年的歷史 它主打是客製化的演習 好厲害 板豆 那這個大工程耶 對 可是那個大工程對不對 它們不一樣 它們走精緻化 客製化的路線 這麼厲害 說不知 30分鐘就秒殺 600分油飯 厲害 油飯也在這裡了 歡迎呂昭蕙 李思宇 歡迎兩位 你好 你好 憲哥好 兩位是夫妻還是 是吧 夫妻 夫妻之歌 什麼樣的狀況下 會決定你嫁給他 好 你怎麼知道他嫁給我 我真的是嫁他高雄 真的假的吧 是你家在做的 我對 結果你這個 嫁了這個老公 從桃園嫁到高雄 老公把他拉過來 一起來做 不錯耶 你來介紹一下 好 第二代 第三代 第三代了 我們家的菜式都是從阿嬤 那個時候傳承下來的 所以成女兒好耶 對啊 你看 多一個兒子 多生半了 萬住嘛 人家女婿就半子嘛 對不對 我們都說如果真的我是生長在這個家庭的小孩 我不見得會願意做半子 對 我有個朋友他們家賣烘糟肉 他去賣罰品 對啊 太好了 賣了20年最後沒辦法 還是回來 做不太下去才回來做 烘糟 好嗎 兩樣都做很好 所以你這個 認識他以後 才接觸到這個半鬥 交往一個月就結婚了 交往一個月就結婚了 因為 因為來不及了 對不對 一個月 來不及了 蛤 因為來不及齁 沒有啦 因為就是 你忍未調齁 是嗎 沒有啦 緣分 都推給緣分啦 是的 千言萬語說不盡啦 對 你們沒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沒人喔 沒有沒人耶 沒有沒人 就是我以前在101工作 然後他是在羅倫亞做生意 當設計師 對 然後逛街的時候遇到 對 然後 然後就天內溝通地火 然後我就把他洗成 我們家的VIP之後 要再扣他回來 就是 再度消費 可是後來就 誰消費誰還不知道 真的嗎 我們介紹一下 順序 幫我們拔牙子 這個八寶牙 我們來收音一下 來 八寶牙 這道菜我們叫香酥鴨 香酥鴨 對 他以前是 酒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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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們在吃它的之前 就是要 一定要用手撕 因為撕的時候 是順著肉的紋理撕下去 你可以聽一下聲音 好像我去整鼓的聲音 碎掉 然後 你看那個字 這是最好吃的 這是最好吃的 阿 阿 阿 就是 他是考驗那個師傅 掌控油鍋的功力 對 外皮要炸酥 但是裡面就是 肉是嫩的 對 還在冒煙 他在大 人家啊 嫩喔 用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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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熱了 來就叫你就叫 我們先用中藥材去滷 滷大概三個小時之後 讓它吸收藥材的味道 讓它吸收藥材的味道 對 然後 如果需要重口一點 再沾旁邊的胡椒鹽 這個就是 你們的油 20分鐘賣600份 就這個 對 那個 鰻魚米糕 我們都說板得 跟餐廳最大不同的地方是 板得我們是做木的 木的 因為廚場一做就是幾十湯 對 所以它的話 我們內門標準的油飯 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要用大鍋炒 大鍋炒 所以一次呢 因為我們要有貨氣 跟那個爆香的香氣 所以一定至少要 一二十斤的糯米一起炒 下面有文火 在炒的過程當中 那個水蒸氣會蒸發掉 所以米粒才會Q 所以你看這個很厲害喔 20分鐘賣到600份 瘋掉了 傳承阿嬤70年板得的經驗 太強了 所以一開始是阿嬤在做的 對 但是因為阿嬤她 很多 阿嬤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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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食譜沒有文字的話 我們只能靠每一場 伴桌的過程當中 做這道菜我就把它記起來 然後再 阿嬤就 會用講口數 對 說阿嬤有做哪一個 什麼這個 那個脆皮 這個是海鮮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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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是 龍蝦 龍蝦三明治 那個 龍蝦三明治 龍蝦三明治是有故事的 就是 以前那版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剛經濟起飛的時候 那個 開始有對外貿易 所以那個有錢人的士生 他就會說 我拿得到進口的吐司 進口的火腿跟進口的美乃滋 是 然後我希望廚師幫他做一道 沒有看過的料理 但是料理又可以吃得飽 他們這個感覺好傳統 老公在講話 老婆旁邊默默在做 有信服耶 你們幾個小孩 兩個 兩個嘛 兩個 那個最大的幾歲 現在五歲多 五歲多嘛 結婚四年多嘛 六年多 六年多 不是吧 那一個月 那一個月怎麼回事 所以 每一個應該是公的吧 快六歲 差不多 差不多 邊帶小孩邊做菜 對 然後在辛苦的一個狀態 都要來維護這個傳承 因為小孩沒有人幫忙帶 所以呢 要背著小孩去伴坐 然後划丁架 然後又要在後面 有一次在嘉義的時候 下大雨 小孩在後面淋雨 不只能這樣子 因為你做這堂 你就是小孩吃一種飯 對 對 所以 要讓小孩子知道 我們是這樣的辛苦的工作 我們也是很辛苦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理解 我們這個行業 對 壓力很大 沒有不辛苦 你們有不辛苦的嗎 大家都辛苦 都辛苦 對不對 我為了要讓我的孩子知道 這一行多難受 我把女兒帶進來這個行 後來陸戲派也進來了 陸戲派 陸戲派準備要去市政府上班 喂 今天吃到這些菜真的太開心了 太厲害了 然後看到我們每一位好朋友 他們來自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呢 卻可以把這麼多台灣美食的文化 呈現給每一個朋友 日常生活當中 可以知道他人生就滿足了 對啊 今天再次感謝他們來到這邊 好不好 給我們帶來非常精采的美食王 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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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